永恒之城奇迹之夜罗马淘汰巴萨挺进4强。 如果你的对手在首回合以4比1大胜于你,而这个对手又是叫做巴萨的球队。 是问你认为自己4回合能翻盘的几率有多少?就算4回合回到主场又能增加几分胜率?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是impossible。 就是因为这个不可能才显得今晚是多么的神机现前。 也许就是主场在永恒之城众神的庇佑之下,才使得奇迹似乎是那么理所当然。 如果说奇迹是今晚结果的代名词,那老掉牙的绝不放弃才是这场比赛的实质内涵。 即使我们嘴上谁都会说,但真正能身体力行的又有几个。 这群红狼用自己的态度亲身演绎一次给我们看绝不放弃是可以产生怎样的结果。 从数据上,罗马以17次的射门远超过巴萨的9次,射证数也以6比3的数字双倍于巴萨。 从数字上看来罗马封了,狼群是血的本性战陆无疑。 他们以攻击代替防守的打法,疯狂毫无退路的轰炸,打得巴萨胆战心惊,血性全无。 高位逼抢虽说是今年破解巴萨的打法,但今晚的罗马在执行此一战术之时,充分发挥传统意大利球队的严禁跟战术执行力,让巴萨引以为傲的在对手家中放火的传控战术无从施展。 加上巴萨相天上球员选才着重在技术,对于身材并不看重。 在空中对抗中,巴萨完全展不到便宜。 于是控球率只有56.6%,传球成功率只有76%,全场传球数只有493次,关键传球更是以5比15远落后于罗马。 这在以传控组织著称的巴萨,是难得一见的救态。 在场面上的劣势看似是巴萨落败的因素,但导致这劣势更多的是巴萨球员的松懈与轻敌,精神战力的废驰才是红蓝猛虎被吊在城门上的主因。 一年前,巴萨将4-0落后的笔数带回莫坎普家中,同时上演6-1的惊天逆转,据称巴萨球迷在莫坎普欢欣鼓舞,球场震动整整十数分钟不退,那是史诗的一碗。 在欧官历史上,从未有4-0落后还能逆转的戏马,巴萨带给人们前所未见的神剧情。 当时的巴萨如同今晚的罗马,毫不放弃,绝不言退。 到最后伤停补式阶段,巴萨还在执着,还在紧咬住时间的尾巴,于是胜利女神对他们展开了笑容。 然而一年后的今天,当初的血性巴萨已不复见,反之是1-4落后的罗马重现了去年的战斗精神。 开赛第六分钟,哲科接获得罗西中场长船直奔进区挑过门将得分。 或许只是罗马的困兽之斗,回光犯照,当时大家还不觉得球场上的风向正悄悄改变,这1-0的分数也持续到中场休息。 第56分钟,又是哲科,又是禁区,不同的是哲科在禁区内被犯规。 这次主角换成上一球助攻哲科的罗西,点球发近,比数变成2-0,总比数3-4。 还有三十几分钟,罗马好像看到了一丝曙光,逆袭成功似乎是有那么一点可能性了。 但大家还是认为会挺进四强的理所,当然还是巴萨,直到第82分钟,后卫的投球进门,果然巴萨对于高空轰炸非常苦手。 这一球,人们甚至巴萨才惊觉,巴萨落后了,原先的4-1优势荡然无存。 就算巴萨想追,面对意大利球员文明于世的防守,已是一筹莫展更何况今晚的巴萨已无去年逆转巴黎的血性。 后巴萨门虎到嘴的四强肥肉被群狼活生生地摇走,还留下伤痕累累。 罗马人召唤他们先祖的灵魂降临竞技场,祈求众神赐予罗马子孙勇气与力量。 2000年后,无数的祈祈祷成真了,古罗马荣光再次照耀于奥林匹亚球场之上。 去年巴萨逆转的背景是巴黎,间接造成巴黎的球队人士大地震。 今年换巴萨成为背景,那巴萨是否会中到巴黎复折,重演一次大戏牌呢?或许需要清洗的不是球员,而是对胜利的渴望。 对比两年的情景,是否也令人唏嘘呢? 。 最后感谢罗马让我们再次感受血腥见证奇迹。